在第一时间制作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 后面我们还是继续来谈到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中国 那么现在中国最愁的人是谁呢 不是习近平 而是习近平的电小二李强 那么李强在最新的国常会上的主持 整个来看那就是六个字 投资投资还是投资 那么根据中国官媒的这样 对于这样的一个最新国常会的报道 在国常会之上 那么李强主持的国常会有一个重点被提及 那就是要让现在的国有资本顶上 那么根据公开的报道 李强是主持的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 那么听取除了创业 李强还听取了 今年粮食生产形势和农业工作情况的汇报 审议通过了这个劣势包扬条例 审议通过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那么李强在这一场会议上强调的是 要尽快疏通木头管头各环节存在的读点卡点 要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境内上市 大力发展股权转让并购市场 推广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 并并购母基金或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 促进创投行业的良性循环 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 完善国有资金出资 考核融错 退出相关政策措施 要夯实创业投资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落实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举措 健全资本市场功能 还要进一步的激发创业投资市场的活力 在这一段里 其实有一句话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要推动国资出资 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 那么之前的这个耐心资本 包括何平先生 包括李希博士 在华尔街电视 在今日华尔街上 都有过解读 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可能是在当前 中国经济指挥师第一人 习近平看来最为关键的一点 而现在鼓励要推动国资出资 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 耐心资本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现在除了这个国资愿意耐心下来之后 其他的这个资本很难 或者是说并不愿意 这个在当前的环境中 继续停留在中国 或者是还得换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句话 何平先生 习近平的管理方式 或者是中国的管理方式 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批评反感之疑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 他们太名利于党或者是政府的系统 来运进这个社会 而不是建立一个大家相对来讲 比较公认的社会的法律系统 来维持这个社会的支持 一个市场对一个信心的核心点 是法治 而不是你人的一种强烈的行为 你习近平也好 李强也好 不管你执行能力多强 你的魅力多大 但是你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面 对社会都控制得那么厉害 让社会经济正常的一个运转的一个方式 就是有这么一个法治的一个基础 虽然这些年中国建了很多的法治 建了很多的法律 但是实质上还是权力在运作的 移力比重大 这点问题在三中全会 没有提出来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核心的一点 只要中国的法治系统不基本上建立起来 人们不可能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抱有真正的信心 就像在那前快快地走路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就是近期的利益 还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商业行为 你要耐心资本 没问题 这从战略来讲也是对的 但是你需要法治 习近平恰恰在这方面强化的是党的领导 强化党的领导在习近平权力来讲 他既是保证他的权威性 他的权力性 但是造成的一个伤害非常之大 因为党过度的这种历史形态 造成大家的一种恐慌和不信任 现在今天的股市昨天又跌到2700多点 人们的这种信心并没有因为三人全会应该恢复而恢复 而且还是在跌落之中 搞得各种系统老是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党的系统在运作 所以李强很难围 当然了经济也不像企业家们感受的那么差 因为企业家这些年在十年挣钱很困难 原因就是不像之前20年 很多的空间要大家可以发挥 现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各个领域里面 每一个行业都有无数的竞争者 所以你要在这个竞争者里面求的生存 比过去难很多 那我跟一些中国企业家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这个行业多少多少竞争 最后面只剩下多少多少 我说你讲的这种痛苦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老人家能不能看看美国 美国在一个行业里面竞争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顶尽的就是那么一两家呀 一大的企业根本没有生存余地呀 你看美国的很多行业哪里像中国这样 一个行业几百家甚至几千家企业在竞争 那不是往死里竞争吗 那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 因为中国毕竟只有三十年 那前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因为巨大的空间在发挥 你慢慢走向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相对平稳的这么一种市场的发展 那很多的事情就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拼杀 其实大概是最后拼杀而已 再过几年你这个行业里面就剩下了几家轮头企业 比如说电动汽车500家变成了100家 100家再准备垮掉80家 其实也是正常的 也没有说在美国就有5000家汽车制作商 这就是你不是大家讲究市场经济吗 对不对 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这样竞争 而且走向最后的结果 你大部分的企业就会倒闭 大部分的企业就会倒闭 那中国未来几年之内 企业继续倒闭是完全可能的 不是说你聪明 或者说你有一点关系 或者说你找到一个什么机会 你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这种神话呀 是在一个杜金时代会比较容易产生 在美国的杜金时代 阿玛奥狗可能一夜之间也成为报复 对不对 我们这个镇上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拍整电影是美国中学生必须看的一个小说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么一个事情 那中国也是这样 但是杜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记得在两年三年以前 李奇和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反复跟大家讲了 中国的杜金时代过去了 中国就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 一个需要有现实的 而且是非常超纯的 这样一种竞争力能够生存下来 不是说你买个房子就可以发大财 对吧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所以经济学家也好 政治学家也好 媒体也好 要看待中国的这种经济转型 也许中国几年之后 它在国际市场上在某一些领域 它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但是像之前海啸邦的这种发展 这种仕途应该过去了 包括中国的消费 有经济学家就讲是消费降级 这样子用的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个杜金时代的消费 大家就是乱来的 因为突然之间 你腰包里面从40多块钱一个月 变成了4000块甚至4万块 甚至40万 你说这些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不知道怎么花钱啊 对不对 所以它消费产生这种非理性状况 现在回到一个正常的形态 这是叫正常消费 叫理性消费 美国不是这样吗 台湾不是这样吗 香港不是这样吗 全世界哪里像中国人那样吃饭 那样一个非国 哪里像中国人那么喝酒 哪里那种状况 早上你中国的旅客到巴黎喝酒不是开玩笑吗 把所有的酒都拉过来 最好的酒都是这种口气 那你很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心情 现在就不可能了 对吧 过去十年中国的企业家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难 这没办法 下一步就是可能反正更加艰难 因为竞争更加急的 有些事情你就必须要承认 你可能就不是个企业家 或者说你即使 对企业家的所有的品质 你也未必在这个市场里面成功 中国要从经济整体来讲 仍然在全世界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你别看是百分之现在 我看高盛今天已经把中国的增长经济降低了嘛 好像降到4.8嘛 对不对 不要说4.8 你就是3%2% 你在全球都算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增长力 所以对中国的发展 不要抱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妄想 但是你也不要去跟对一起创衰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 中国的消费能力 仍然在这些主要经济里面是最强劲的 而不是最衰落的 所以你看数字可以说低迷低迷低迷 低迷是啊 但是最低迷也比你这个西方国家要好啊 比你西方国家也表现得强盛了 至少比你欧洲好啊 比美国都很难说 对不对 但是美国是 你看看美国老百姓的债务 你看看 你去查一查 经营的债务 家庭的债务 你看看这个美国的 这个消费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变化 你看看这个美国的国债 增加了多少 你看看中国的国债 现在已经有了提供了人工智能的 基本上的分析的方法 今天刚刚我们的技术科学家还跟我在聊天 希望增加我们的六小姐的 这种计算能力 对吧 推理能力 大家可以把数字拿出来比一比嘛 房地产也好 退休金也好 对吧 各个领域也好 如果中国跟八大国家有距离 中国就有前进的空间 八点的空间 如果有一些地方比一比 也差不多 对不对 也就是那么回事 中国需要一个非常沉闷的 一个不那么浪漫的一个未来 所以我在主张说要赶紧开放这个文化的系统 不能说人就闷死了 因为过去大家有那么多的热情 那么多的想象的经济发展 你没有了 没有了的话难道天天就在家里沉闷吗 不行 老百姓还是应该过一个应该有的快乐的日子 共产党现在是这些人最大的恶就是控制的太多太厉害 事无巨细 你要人们有耐心就要让人们有信心 如果人们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耐心 现在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对李强没有信心 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 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需要早一早想一想 习近平老是敲打别人的官员 敲打这个敲打那个 其实自己也敲打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你 当然你作为一个改革者 你遇到这么多的反弹 这么多的攻击 有很多根本的不是事实 有些人就趁此机会捣乱 有些是价值观混乱 有些人是受到了这些年的伤害 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 但是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 搞得这么紧张 搞得这么压力这么大 搞得这么沉默 确实是一个问题 不要把所有的问题的解决 都归介于党来解决 应该有些问题 既然是人民的 就应该由人民来解决 而不是所有的问题由你来解决 所以说内心资本的本质 就是学有信心的这样一个基础 但是中国现在最确的就是信心 好 感谢何平先生的补充 那到现在我们 要跟大家讨论的三个话题 都讨论完毕了 但这三个话题 都可以各自衍生出更长的讨论 更深层次更细致的讨论 但受限于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但是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 有话想说 直接打在这个留言区 也可以启发一下我们的灵感 依然是感谢今天打赏的观众 感谢David 感谢伞医生 感谢甜点 感谢卖团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在华尔街联报中 我们给大家梳理了 苹果和华为呢 各自发布了自己的手机 苹果这边 在过去一周呢 他的这个预购量是出现了一个下滑 12.7% 这个是和2023年一年前的这个苹果15系列进行预购做了一个对比 在刚才和平先生点评的时候呢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苹果最新手机的一个评测 大致上来说呢 和去年的升级和去年相比升级幅度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苹果似乎是没活了 但是啊 这边华为这边 虽然啊 他的这个一款三折叠的手机 卖的很贵 订购呢 达到了四五百万 但是啊 也有人说 如果你是老板 你订这个手机 那不就等于是 生意要一波三折了吧 也不一定要 也不一定是要 那么快就要那么冲动的入手啊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这个手机的寓意啊 也并不是 如他的这个主推色调 大红珠红色 那么喜庆 背后可能还有一个一波三折 这样的一个意思 而对于这两款手机呢 我们也会把它作为一个话题呢 继续关注 那在华尔街联报中 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在过去24小时发生的各类话题的内容 不要错过 那华尔街论坛呢 会在明天继续回归 我们不见不散